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日本宫崎骏的动画电影,不仅红遍全世界,也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童年回忆。 而在台湾有一对年轻兄弟,决定以画画致敬童年的回忆,他们用探笔在墙上画出宫崎骏动画的角色,完工后的角色相似度极高,让网友直呼高手在民间。 由网友金,28日载DCARD贴文,原P.O.高三时看见家里的墙相当空白,单调,某天他决定与原P.O.D.挥洒一下那回不去的童年画出对宫崎骏的童年回忆。 面对空白的墙壁,他们用铅笔打草稿,探笔作画。 原P.O.分享每个作画阶段的图片,起先他幽默地说认得出有哪些角色妈哈哈,作画期间他带多一阵子,数七才又十几画笔作画,进入倒数阶段时,他不仅勉励自己就快完成了啊再撑一下,也吐槽人挨手段梅花多。 最后完工时,原P.O.除了喜悦之外,也发现作画时间刚好满一年,许多网友看完壁画后,纷纷赞叹原P.O.的画工,太强,太胜了啦,好厉害,求你帮我画房间。 高手在民间,也有网友询问太扯了。 有开放参观吗?请问妈妈看到这面墙,会不会拿棍子打你们,甚至有网友贵求可以把你家的墙打下来卖我吗?